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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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不是单单诱惑您 她是诱惑所有人 让大家关注她 刚才周老师其实用到的一个词就是诱惑 是的 作为一个漂亮的美女职员 老板还没怎么样 你就开始诱惑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 她的美貌在这个舞台当中是优势 但是如果没有用手的话 也会变成她的劣势 因为在职场当中 毕竟太漂亮的美女不安全 你刚才一向上给自己定义有职场达人这个标签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来理解职场达人这个词 原来我做过房地产的职业顾问 在当时我是一个兼职的身份做这份工作 但是同等时间最后我达到了是他们业绩的第二名 只亚于他们其中一个正式员工 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是因为你长得好看 我承认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因素 别人会去更认真的从我所说的话里获取信息 我植物别人脑中信息量会更大 但这就是我的优势之一 其次以外我相信我还会有其他的 因为你们待会会有感觉到 其实我看过一个报告 就HR调研机构调查的 同样年龄同样的这个学历 确实长得好看的人 他的平均薪水比长得不好看的人要多20% 我特别奇怪你这个为什么选AE AE一般是公关公司一种特有职位 客户执行 对吧 然后强度非常非常大 是 要做很多的文案 跑到现场跟封脖子一样 对对对对 这灯错了 你这递个递 那什么跟那个女霸王一样 对你的容颜也好 而且你刚才前提就是说 一向来提的特清晰 我觉得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不是这个公关公司 我不可能提AE这个职位 我觉得现在AE原来从狭义上说是 和客户对接或者整个的活动项目 流程相关联的这样一个工作 但是现在AE的范畴比较要广一些 现在有很多销售AE 或者只对于高端客户对接的这样的AE工作 这样来说工作强度上会有一些压缩 当然即便工作强度很大 我也可以升任 因为我是一个有些时候有些强势 就您刚所说的风婆的那个形象 或许以后我也可以做得到 何亚萌虽然一上来强调自己的定位是AE 但我觉得他特别适合有铁师这样一个职位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他的形象非常的好 第二他学的是传媒 还有以前你在一个广播节目里面 也做过旅游相关的节目 这种经验也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上来之后 你就要打破他的这个AE 对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把自己定位 在AE这么一个职位上 你的这个旅游铁师比AE好 是吧 我认为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做AE也是刚入职场 不可能全盘由你来控制 是偏营销提案方向 还是偏执行捧筹方向 先做前端 第二步从前端转到后端 因为我觉得只有我把前端打好了 我才具备一个经验去捅筹我的团队 好 小辉 其实我刚才那个特别注意 这个你一上来 以后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都在抱着手 是这样 对对对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 那么一个呢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 同时给客户以强势 和巨人与千里之外的感觉 那么这个是我想提出的 另外一个你说你一直想做传媒 其实出版也是传媒之一 不知道你考虑会考虑做出版的 小辉把你的笑容收一下 你上来的时候先扮演一个冷峻的角色 来我们这儿吧 你们跨路太大了小辉好不好 何亚萌即使摆这样的架势都是相当有魅力的 谢谢 谢谢老师 你太这样了吧 注意啊 各位老板 你们是老板好不好 他是一个求职的人 把你们的笑容摆到适度的位置上 不要夸张 不要过分 更不要可耻 好吧 我想知道你长期的职业规划是A1吗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条件挺好 但A1从开始从基层做起 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现在职业发展的一个选择 我希望用A1这个角色来泪敛自己 然后我最终最终做到 我最终的梦想是一个做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 做一个成功的媒体人 一轮过后12位 你们决定让何亚蒙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这边离开了 把你离开了 小小山离开了 好 把你为什么离开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对 你是有很强势的潜质的 就是你以后可以成为一个风婆子 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职位应该不太适合你 而且直接跟我的工作有点雷同 和你的工作有点雷同 我就是一特强势的人 就是去了之后你不知道在公司你要干嘛了 我们俩有点叠加 有点叠加 好 马玉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老板 剩下了9位不错的状态 你要向9位证明 天生我有 我为什么说河雅蒙自信啊 在天生我有才这环节当中 他主动提出来 他的才华就是回答BOSS团的提问 希望大家能够对他的 包括性格 兴趣 处事方法等等 有更多的测试 小灰 我正想问这个 就是你的生活态度 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描述一下吗 怎么看待人生 你老那么抽象 不 因为这个是决定他路能走多远 而且他的可塑性有多强 这问题怎么回答呢 我们换一个问题 太深了 太深了是吧 大概我能给他一定的答案 你给他一个吧 我给您说这样一个感觉吧 就人生我觉得是一个 一场电影 我现在在往前拍 我不知道下一场会是什么 我现在是在做模特 然后模特有一条独木桥 现在千军万马 都想往演艺圈这边去涌 然后我在独木桥这边 我现在不想往那边走了 我想转身 因为我觉得后面 还有更美丽的风景 就是我觉得人生 是要在定点停下来 看一看前面和后面的 他是通过很多点 连结起来的一条线 OK 谢谢 你21岁 我觉得有现在这样的一个 成熟的思想和这个 心理年龄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那我想问你就是 你过去的这个人生啊 对不起 你又谈人生了 就你过去的这个人生 是一帆风顺的呢 还是有挫折的 如果是有挫折 那你最大的这个 遇到挫折是什么 你怎么处理的 你就你的吧 就是废话 我觉得呢 我差一句哈 尽管我灭了你的灯 但我会差一句 当你面对一个真的 波士来拼击你的时候 他们不会问这些问题的 波士团新成员 程少山 北京地址城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 著名营销实证专家 没有人会关心你的人生 也不会关心你的情感 他会关心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能按时间叫做报告吗 你如果面对 比你更强势的老板 并且像水一样的去适应他 这才是你要的 您说的那个 我觉得属于比较低级的老板 老板是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 我跟你讲 我为上千一切做顾问 我没见过一个老板 会对一个秘书这样去应聘的 他不是应聘秘书 他是应聘一个 有技术含量的AE AE也是这样 他必须是从前代 做21岁的女姑娘 你说小姑娘 能做多大一个岗位 少山 这个我不同意 你又不平静了 就有老板 愿意和漂亮的女应聘者 谈谈人生 我这跟漂亮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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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谈人生 我就觉得有点运谋 你说 非常漂亮没关系 我说句话 我说句话 少校公平地说一句 他也挺无聊的 小灰也挺无聊的 你更无聊 你说你明明已经发现他们无聊了 你还要搅和到无聊 少山我怎么无聊了 其实我觉得沐妍说的很上去 这个是面试当中 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会看他的一个态度 好 我把他们一大段翻译 有过挫折吗 有 最大挫折是什么 家庭方面的 比如说 单亲 单亲就是最大的挫折 好了回答了 那你怎么处理的 他怎么处理 那是由他做主的事吗沐妍 不是 你用一个什么样 但是你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怎么样去 捋一下自己的思路再问问 沐妍问的是 行为画面是法的一种手段 但是呢 对这种强势的女孩无效 今天注意一下啊 他在做肢体员表达的时候 所有的手势都是向下的 然后谈到团队的时候 谈到的是我的团队 实际上21岁的人 能说出我的团队 这四个字很强势 那我坏个问法 你做过的事情中 给你带来成就感 最大的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曾经自己做过 培训 有自己的一个团队 然后是做和模特相关的 然后开过我的课程 做过两到三期 主要的一个接收的 等一下等一下 有你的团队 就是 这团队是你在养他们是吗 当时是这样的 我会给他们制定责任底薪 在家提成 他完成的话 责任底薪也是没有的 你今年刚21 你做这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0啊 19岁20岁 刚到大学的时候 那你的团队也是学生吗 也是学生 然后我的主要目标客户 也是学生 就从学校里筛选一些 去上我的课程 所以跟您说一句 这是一个19岁的老板 对 他的确不是做秘书的料 尽管你在强调 读木桥的另外一头是艺人 但是你想告别那种生活 但是你毕竟是 曾经参加过一些 大型选秀节目的 那么我的 一个最大的顾虑就是 你能否踏踏实实的 安安心心的 承受一份 呼躁 平淡 无聊 甚至很琐碎 并且报仇不高的工作 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我现在之所以 会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就是打算去结束 之前的 和娱乐相关的这个工作 我为什么会 再也不想做娱乐或这些 因为我真的是很疲惫了 我在大家比赛的工作当中 有一条新闻 在网上传了很久很久 或者现在你搜我的名字之后 也会有 第一条显示一条新闻 是关于走光的 是关于那些我不想被宣传点的 我不想成为宣传的牺牲品 我觉得我有更多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是决定了 所以不会再犹豫 也不会再改变 来 九位 选择 黄亚萌继续 还是离开 请按键 还有七位 谢谢为什么离开 太强势了 你担心什么 因为他整个 刚才我谈到 他对自己的计划性非常强 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在我一开始 介绍到旅游铁丝 这个项目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感觉 就像我没有说过一样 这些你太心胸狭隘了 你提供了一份你认为很好的职业 你就觉得求职者应该 哇 就这样 至少要兴奋一下吧 我觉得我是公平的 我应该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环节做正确的事 如果在当时和你有过多的解读 或者过多的对话 会对其他老板是不公平的 好了 七位留了下来 接下来亚萌 我一加一加告诉你 他们的企业分别是什么 然后他们自己说 能提供的职位 战卢文化的陈晓辉 因为我是非常欣赏他 我觉得他的可 我虽然他很强势 但是我觉得他的可塑性很强 我能提供好几类工作 因为很多人对出版行业不了解 那比如说一类工作是销售类的 销售助理 因为他其实有做销售的潜质 那么第二一类呢 版权助理类的工作 那么第三一类呢 是图书编辑的工作 那么所有这些职位 对于他来讲都是基础职位 要求最高的就是对于出版行业的热爱 来惠普能提供的工作 PR的管理 但是现在具体的支撑未定 因为要跟那个回去跟市场部上讨一下 PR公关 好 百合网提供什么职位 上海分公司的媒介主管 相当于是一个甲方的AE 我们在北京和上海都有类似职位 我们提供第一份工作应该是我们市场公关雇 公关部也真是甲方的AE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预算投放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你钱让你去花 第二职责是做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介绍化妆品的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伶牙历史 很能表达自己人 所以我觉得你可考虑一下做这个视频节目的主持人 毫无例外到现在留下的老板 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两个以上的工作岗位 也许这就是冒美的优势 那我相信你在凤凰新媒体做视频节目的主持人 那么凤凰新媒体也许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 视频节目主持人 那我相信你在凤凰新媒体做视频节目的主持人 应该会比在陈欧那做视频节目主持人更有前途一些 老板们一定要互相攻击嘛 好 徐怀哲解决网 我们给你的职位是做媒体联络和活动策划与执行 我们和陈欧的那个状况正相反 他有足够的预算 我没有足够的预算 所以需要你少花钱多办事 不花钱也办事 更需要激荡你的脑力 多么朴实的一个老板啊 上来直接就把公司经济上的困窘暴露了出来 其实做营销最难的不是说是那个有钱 如果有钱给你五百万想做去广告怎么都会说 相比如图书行业是 没钱你还得要做出水平来 其实我告诉你对一个市场人员讲 给你五百万你更麻烦 老板会关注每一分投来的回报 没钱好混 有钱难混 只是市场人员的 那是看老板在我这儿没钱也不好混 好 有钱没钱 反正是这个日子都不好过 好 现在七位留了下来 走上前去 把其中五家的灯灭掉 谢谢 很喜欢组组 再见 晓辉 再见 惠普 再见 沐妍 再见 沐妍 再见 沐妍 再见 林骄 再见 陈志华 再见 陈志华 再见 陈志华 再见 贫困的许怀德 再见 贫困的许怀德 那你是不是有一点帅哥空 不是 有人有自恋 自恋倾向 沐妍 你知道你在不恰当的时候 说了不恰当的话 最后的结果 我是说我在陈欧的光芒 那照耀之下 我也显得稍稍帅了一点 好 接下来 再快乐的人 也要面对现实 谈钱 不伤感情 原来的工作的每月的薪酬 平均下来是一万到两万元左右 当然我知道 现在我所要面临这个工作 不可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收益 所以我的一个底线 是原来工作的 我又忍不住 什么叫谈钱呀 别着急 你问问人家给多少先 你的强势不能这么 什么都要把自己的 不能有时候什么都强加 好吗 莫老师您先说 要不陈欧先说 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都会推 所以不要着急 其实我觉得 他先说的话没有错 是吧 因为在这种特殊的舞台上 在价格心理学上 有一种说法叫锚定 当他爆出了一个价格的之后 按照刚才莫老总说的 他会上浮20% 在平均月薪上 所以说他会很接近 那你现在 你的建议是让他先说 还是他们先说 我建议让他先说 而且要报一个高价 他因为刚才说完他的薪水以后 沐延迅速让旁边陈欧先说 就暴露了沐延根本 已经看到了 其实他已经在靠 他刚才这么说 他已经在锚定他们的心思了 我完全支持陈总 所以沐延想跑 好 报价 试用期是6000 然后转正以后是7000 注意 他是大学 还没有毕业 沐延你给6000到7000 不搅乱市场 你是绝不罢休 对不对 所以他刚才这个 刚才他的锚定已经产生效果了 他刚才说1万到2万 所以他的锚定已经产生效果了 好 陈欧 肖光学生说 我觉得人的年龄不是问题 我第一次创业是22岁 大概刚毕业 当时做游戏公司会卖掉了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身上表现出 成熟干领和能力 和他年龄是完全不相符的 他可能有25岁的能力 我们公司有很多人 从百度谷歌这公司 赶紧说那个薪水吧 先讲完 就是他们跳槽过 加入我们 原来2万现在5000 为什么 他们拿什么公司期选 这高速发展公司 就是我们给你的 除了说开始 可能一样的 7000了8000的月薪 我们还会给你股票期权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未来自北京 可以轻松买套房 我们也有期权 而且我们做了五年 很快就要上市了 他们刚做了一年 但我们一年2000万 一个月2000万 诱惑 互相诱惑 现在是你在他 你在诱惑他们 现在是他们开始诱惑你 我不发表评论 现在任何人不要再给建议 那么15秒钟的时间考虑 是不是想好了 你的选择是 去没有会 感谢本节目的回家能力 支援支持机构 虔诚如忧的大力支持 现场应变成功的求职者 都可以获得 金丽音乐首期 合堂系